宏观机制财神都 今天是2015年10月4日 第二节回来了 我还没问你 你的市场未来怎样看 我看市场未来已经见底了 今年未来是会反复向上升 没错 如果数浪应该是属于什么呢 是不是新的一浪开始呢 最近低位价暂时走上去 似乎是走上新的上升浪 暂时不能说这是一个反弹 还是上升浪 我觉得看下去要看一会儿才知道 看下去能彈到多高才知道 刚才我们节目一开始 我也提醒大家 如果星期五那天这样的年口飙升上来 看牛红症是不是很厉害 那个比例 因为牛症已经太多了 红症比例差不多七至八成 即是你说红症吗 红症是红症七八成 所以这个反弹会持续 现在下等牛症不多 不多 OK 不过如果纯粹以个人的经验 这样列头这样飙升上来 都有机会是短期有点调整的 杀杀你的 杀杀你的好战 等你再没有信心一点 考虑而已 但是当然我们长线持续就没什么所谓 但是短线你自己要留心一下 好了 我说回刚才 星期五那天市场大部份的看法就是 因为中国官方 10月后就出了9月份的 PMI 由于这个数据 就表现比较理想一点 所以大家就 作词就弹上来了 你信不信 我觉得这个也挺有趣的 几天之前 先讲财新的 PMI 上星期我们在节目 才讨论完 就说 很差 好不够 突然之间出了一个 班人说 又得了又升几百点 不要见升就讲升 见跌就讲跌 就是我们分析一件事 我们看股线 不能够随风摆漏 你一定有自己的分析 想清楚 究竟是什么原因 你如果问我 我就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美股被人夹了上来 然后翌日就杀你倉 当然了 中国的PMI 我们都值得研究 官方上个星期 我都跟大家分析了 他们的sample size 是大很多 所以我自己是 是喜欢看官方的比较多 是 看回国家空气国 10月1号 发表那个指数 其实9月份 制造要的PMI 就49.8% 就比上个月 就回升了0.1个百分点 其实这些东西都呼应了 我上个星期 跟大家预示说的东西 就是我说 中国的PMI 其实一点都不差 其实是好的 我都说过 PMI 第一你要知道 PMI是什么来的 PMI是一个 采购经理的指数 其实他发了个问卷 就有一堆问题 问他 你觉得好了 还是差了 来做一个调查 当然就包括了 新订单的情况 有没有多到 有什么新订单指数 也有问到 有没有请多了人 或者你的原材料 来的价格 或者是库存 专与这类的东西 由几个范畴 每个任务的 综合起来 就出了所谓的指数 我今年一早就跟大家说 因为那个入口的材料 那个资源不断价格跌 例如石油 嗯 他填这一栏的时候 是不是一定是跌的呢 他连你来的原材料 便宜了 又贵了 你一定是填便宜了呢 是的 那你这个指数不是很容易拉下来的 嗯 很简单的道理来的嘛 那好了 接着问你了 你出口的价格 是不是升降跌了呢 那你想想 你来的原材料便宜了 那你的客人也知道的嘛 是不是呢 这个不是秘密来的嘛 那么 spent time 而且些美贵的 如果一些质 determined 你那个客人便宜了 那现在去扫胶增低lag 卖的股票肯定是想落高的价格 买的股票肯定是想按下你的价格 看到你的成本全部便宜了 你不减,你行家也减 因为大家想抢生意 你抢生意的时候,你的出口价 或者所谓你的售价价股票肯定是会跌的 但是这不代表你的生意是差的 所以当我们看PMI的时候 即是不太盲目,即是很片脸 只看数字升等 不是这件事,你要想想PMI是怎样来的 那你配合整个经济的情况 你想想实际的环境是怎样 所以PMI跌或者升 其实不一定是代表好还是不好的 有时候可能好像刚刚说的 来货价低了就跌了 其实升跌没关系 例如高辉你是做成衣的 我是做成衣的买手的 你是做出口的 PMI我两个都会问 因为你会向沙厂买材料 那我又会向你买衣服 我看到沙厂我都知道 看我的测试都知道便宜了 石油便宜了,电油便宜了,不都便宜了 那我跟高辉你说 大哥,收顺点吧 你知道我的生意也不好 我当然跟你说我的生意也不好 难道我们说我的生意很好 我赚得很厉害吗 可能你说我的生意也很难做的 很多开销的 很多东西,你减减减去吧 隔壁,哪个厂厂比你便宜了 不过我也不想过去的 不过你贵我真的不帮帮你 你们想想你减减减去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道理 我想大家想一想便明白 第二样,我们看一些实际数字 生产指数52.3% 比上个月上升了0.6个百分点 新定单指数50.2% 比上个月上升了0.5个百分点 尤其是我们上周跟大家说 高技术制造业的PMI是55.6% 比上个月更升多的3.4个百分点 你看看是否一直都是在呼应 我之前所說的就是 第一 中國的經濟轉型 我們的所謂製造業 其實已經是慢慢側向高技術製造業 我們要看橫貫經濟 橫貫經濟是全部去看的 全部去看 你一定要有一個大的圖片去看 你看看現在中國正在走什麼 還有值得留意 在醫藥製造電腦方面 PMI都是在比較高的水平的 再加上還有一些因素會好 下一次我們會再說 可能是11月的時候 10月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有中秋 有國慶 有長假期 這些人去了哪裡 去了旅行 去了消費 去了東西 我當然有一部分提出了去外國 但是大陸裏面的旅遊業和消費都很厲害 這個也是一個不可以忽略的因素 所以這些增長的動力 經濟動力還在 對 所以你10月提提好 其實要做好是有很多藉口給你做 但是當然他都可以扔一扔你 因為見到你回來這麼好 我扔一扔你 我吃吃你才不定 所以當我們分析一件事 第一 你前瞻看一看 後面也要看一看 再說到非製造業 一點都不驚訝 中國的非製造業 如果9月份 現在公佈出來的指數是53.4 跟上個月有持平 商業活動的指數是60% 比上月多了0.3% 為什麼呢 因為你都很容易想 非製造業的商業主導就是 例如服務業那類 對 所以就持平 想想想也會 因為你想想 其實我們的股票市場又差了一點 拉了下來一點 但其他人又上來 應該加加減減 我相信 比較多還是會比較向好的 尤其是過去這段時間 樓市就開始活躍了 樓市活躍有很多推廣活動 那些消費很厲害 那些地方都會帶動很大的服務業的需求 然後才會有股票市場 11月11月11月 這些互聯網也有禮 所以你看看第四季 其實要做高於市場的亮點 是不是有很多 那它有什麼做淡的理由呢 就是因為我看 其實中國的經濟 我覺得不是市場所一直吹那麼差 其實是不是需要那麼大力去減息降準 現在你知道 很喜歡吹說要減息降準 加大財政政策那些東西 其實有什麼需要呢 本來它保持經濟動力在那裡 我看法是這樣 應該是它保持著 可能它是要增加 未必如市場想到那麼大 因為現在外面吹到 我看法未必會是這樣 當然一帶一路那些會繼續行 那些是一個策略來的 但這個策略是長線 國內的那些工具 或者高鐵那些 我相信是會繼續蓬勃 但是這個因素 是不是已經計算了下去 價值了沒有 這件事我就想不到 是視乎大戶怎麼部署 是 到時可以說 和我心目中想的 就沒有那麼厲害 那它可以回落 所以總的來說 我覺得經濟就好 但是市場 其實你也不要一定 尤其是當市場 越吹越好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點 沒錯 不過暫時 那些人都沒有吹好 暫時都是很淡的 而且我聽到很多理論很少 美國有很多經濟事 都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下個星期回來 下個星期回來 你可以詳細和大家聊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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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